在纽约有一座帝国大厦 在台北有一座星光摩天大楼 造的都很高 但这种大楼要花三年的时间 打地基的工程 地基打好用一年半的时间 万丈高楼就起来了 所以越高的大楼地基也要稳固的基础 我们学博人要想学的好 就是人格本性还有自己的业障都要关注 我们的地基不好 我们何来到天上见我们的观世音菩萨 所以地基稳固 我们才能修得高啊 很多人每天想成功 但是脚又不脚踏实地的去做 著名的作家林清玄曾经说过 我是一个农夫的孩子 家里四代种地 每年只能有一次的收成 但是我们必须天天下地去工作 每日耕耘 中年到年中才会有收成 每当我们看到很多人在排队等电梯 就会有很多的人走楼梯上去 走楼梯虽然比较辛苦 反而比较快 有些人整天在等电梯 他们就犹如现在社会人 整天的在等着机会 而有些人一直在爬楼梯 等他们到了上面 把事情办好了 下了楼梯 看见楼梯电梯的门口 还有长长的队伍排在那里苦等 因为等电梯的人太多 机会对他们而言 反而相对的就少了 同样的道理 放弃人生的电梯 成功没有捷径 靠的是我们踏踏实实的学博 学博人没有捷径 从我做起 念经许愿放生 必须勤奔吃苦忍辱 这就是你的基础 这就是你学博的开始 感谢观看